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非常昂贵的 一辆50辆银子赶上县太爷一年的俸路了 1868年11月24日 上海新报写道 资建上海有脚踏车几辆 可见这舶来品当时多么稀有 雨后的街头 两边的房子都很漂亮 但这条路的路况却很差 这条路实在是太可惜了 每走一步都会有一个巨大的水洼 来往的马车和行人都要小心翼翼 一个男人在小吃摊上用餐 一名男子正坐在木椅上吃着东西 这条狗大概是被这个摊子上的香味给吸引了 就这么不走了 清末南京两江总督衙门门前的西园牌坊 那个时候 这个地方非常的繁华 西园大门上的西园门三个大字清晰可见 海边上的文字已经模糊不清了 那时的两江总督衙门门前 除了西园门牌坊 还立着三个牌坊 分别是三省均衡、东园门和两江宝障 富丰花长几个大字格外的显眼 四个人应该就是在这里工作的 他们在附近的地面上摆放着一些陶罐和一些泥土 一个外国人在吃中国菜 三位老外、两位老外、一位老外、一位幼童 这两个老外的女人拿起筷子来都是一副娴熟的模样 看来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里吃饭了 周围有不少人 他们都是第一次看到外国人 所以都很好奇 男人在弹棉花 那人将头发扎成辫子 光着脚在地板上弹着棉花 站着弹棉花的人很多 但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有人坐在那里弹棉花 弹棉花也是一种传统的记忆 并不是谁都会 现在能弹棉花的人已经不多了 街头医生的小摊 大夫拿着一把巨大的钳子 从一个男人的嘴里拔了出来 这是一种很暴力的行为 那人疼得呲牙咧嘴 两个人站在一边 其中一人一脸诧异地看着这一幕 路上的送信人 这名邮递员穿着工作服 上面写着陕西邮差的字样 在其竹竿的两端 放着一大包由西安到平凉的信件 那个时候 邮递员也很辛苦 他还穿着一双草鞋 用肩膀扛着邮包 一个男人在晒着一条鱼 这人蹲在那里 正在查看着被太阳晒出来的鱼竿 地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一块块的鱼竿 看上去颇为壮观 能弄到那么多的鱼竿 在那个时代 也算是个有钱人了 腰间配着一把长剑 若不是王爷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认为 他是个普通的护卫 这种王爷 可不是我们在宫廷里见过的 这是清代纯亲王一轩 王府曾有光绪轩统二代皇帝 在清末纯亲王府颇有名气 一名男子正肩扛手蹄 拿着很多的鸡毛胆子 在街上售卖 鸡毛胆子 是用鸡毛绑扎而成的 一种扫除灰尘的工具 在以前没有吸尘器的年代 是很实用的 现在基本没人再用了 一个裹着小脚拿着蒲扇的老妇人 正在街边卖水果的摊位上买水果 照片中的她 正在从摊主拿出的水果中挑选着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 几名满族女子 坐在一条长板凳上晒着太阳 她们的穿着非常的华丽 打扮得也非常的得体 想来应该是某个大户人家的女眷 一名女子正在一个卖首饰的摊位前购买商品 照片中的她正在仔细地看着 拿在手中的头饰 照片中是三名正坐在公园长椅上休息的女子 其中坐在两边的女子 可能是看到了什么让人开心的事情 正把头扭向同一个方向 开心地大笑着 而坐在中间的女子 则看着照相机的镜头 在1881年时 上海英商瑞纪洋行开办的华阳德律峰公司 在上海市架起了室内的电话线路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 中国开始有了电话 那个时候的电话 还需要接线员操作才能接通 照片中 就是正在电话局里工作着的接线员 国子健是中国古代的最高教育管理机构 同时也是最高的官办学府 照片中就是一名国子健的老师 又二和他的三名学生一起所拍摄的合照 在明朝的时候 长城市抵御清兵的重要防御设施 在清兵入关以后 就失去了它原本的作用 由于长时间没有人进行维护 在晚清时候已经完全地荒废掉了 一名裹着小脚的女子 正在泰山路边的一个大石头上坐着休息 她所处的位置为泰山中段的中天门 真不知道她那么小的脚 是怎么走到了这个位置的 一名须发揭白的老人家 正走在赶集的路上 在她脚下放着的竹筐里 装着打算去集市上售卖的糕点 一个看起来十分瘦弱的男子 正用着一根扁蛋挑着两筐的煤菜 连接叫卖 在拍照的人给她拍照的时候 周围的人都十分好奇地看了过来 一名男子带着她的儿子 在家中模仿着街边 小贩卖东西时的场景 儿子扮演的是卖东西的商贩 而他则扮演一名正在算账的先生 现实生活中 怎么会有人拿着算盘 去街上摆摊呢 照片中 一名贩卖水果的小贩 正拿着一个杆秤给客人撑着水果 在他后面的地上 还放着他装货用的筐 两名穿着草鞋的客人 正在一个小吃摊前吃着早点 在那个时候 街边卖小吃的摊位都是流动的 彩茶宫赤脚彩茶的场景 当时司空见惯 这是传统制茶的工艺流程之一 前段时间网上还因为泡菜 用脚彩成为热搜 实际上传统工艺的品质并不低 如同酒区用脚彩更致纯滞味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